好那我们就直接从眼妆这部开始 底妆跟平时都一样的 因为我其实是想找一个蓝色的美瞳 最后找来找去我觉得没有特别适合的 找了一个我剩下的最后一对的 一个欧蓝色这个灰色美瞳戴 现在呢是戴美瞳之前 那现在是戴美瞳之后 这个美瞳好像没有什么扩瞳的效果 它只有中间一圈呢 是能够把本身的颜色变淡 我先把两眉的头发都拿走 从眉毛开始 kiss me的染眉膏 先把眉毛稍微染一下 我前两天又把我的眉毛稍微 瞟淡了一丢丢 你们该能看出来哈 然后眉笔用到的是花洛丽娅的 色号是05 Milk Tea Brown 基本上就是眉头加了几笔 眉尾加了几笔 头发掉下来了 今天眼影盘用小飞向这盘 Beauty Bay自己出的很便宜 这样子的 先从中间的这个深粉色开始 接下来这个藕紫色 局部的加深睫毛根部和眼尾的部分 眉头下方这样带过来 下眼影眼尾也可以再加深一下 接下来取丢丢这个黄色 稍微的体谅一下眼头这边 这样带过 差不多 接下来取一根这种棕色的眼线胶笔 直接来画眼线 下眼线是不要太包住 然后拿刷子晕一晕 给它晕自然 上下的颜色带过过残 Colourpop的蓝色眼线胶笔 色号Prince 很奶很奶的一个奶蓝色 然后眼头 然后再取眼影盘里的这个蓝色 稍微给它压一压 之后呢再取回眼线胶笔 画眼尾 好差不多 然后再用眼影来压一压 然后稍微调整一下它的长度啊粗细度这样子 接下来呢微调一下双眼皮 稍微把眼皮加粗一丢丢就行了 不需要太夸张 嗯哼 给加一点bling bling 先用一个这个是什么来着 它是柚子小溪的海盐脆脆冰 它是一个比较偏变色龙的那种感觉 之前好像有给大家推荐过 蛮闪的啦倒是 然后就这样给它点到眼皮上 然后用手给它这样拍开 下面也来一点 然后这里卧残稍微点两下 然后给它拍开 然后这个都是很细碎的小闪 我想再叠加一点这种大的闪片 3CE的ED类应该大家都不陌生了哈 接下来假睫毛用这个 然后刷一下下睫毛 补上几根下假睫毛就差不多了 然后再随便拿一根棕色眼线叶笔 稍微把内侧的这个地方waterline里面补补 然后把眼尾稍微补一下 再来克制 好眼妆完成喽 然后接下来是腮红 我买了很久一直都没有用过的 橘朵的双色腮红 这个4号是D01 它打开的一边是这种米蓝色 一边是这种粉色 这样这种米蓝色先提亮一下 然后呢就用粉色的这块 腮红一定要多来点 把刷子这抓起来 腮红这部完成 我最近是喜欢这种嘟嘟的口红 Amuse的这支12号 再来一层 我叠加了三层 是我喜欢的嘴巴 稍微来丢丢这种冷色系的高光 我这颗是在淘宝买的那种 Jeffree Star四颗高光拼的 然后我用比较偏蓝的这一款 跟我的眼线比较大 其实可以来一点在眼头 我这个后缩的下巴来一点 虽然这个芭蕾芬的妆容呢 不是那种粉粉嫩嫩的 而是比较彩色的 主要是因为本人出的前两次妆容呢 眼妆都比较偏日常 然后我就给自己看腻了 就想说出一个这种 稍微彩色一点 但是也没有到那么夸张的感觉 咦 这还四代 好 那我现在再去调整一下灯光 你们看到了 虽然我今天是有打灯在这边 其实主要我还是把我的窗户打开了 可是我的窗户一打开呢 整个那个屋子里都是那种灰色调 非常冷 因为这边没太阳下午 所以说我去调整一下灯光 好 让我闯门一下拍点照片